你绝对不敢想象日本的网站有多变态 只要将你讨厌的人名字填在上面 在选择想要的套餐进行付款 24小时内 对方就一定会受到对应的诅咒惩罚 小美是一家小公司的职员 初入职场的她不太讨喜 工作上总会犯错 而领导也丝毫不留情面 待到就是一顿臭骂 这天下班后 小美像往常一样想做个快乐肥宅 却在电脑上突然看到了一封邮件 标题赫然写着 是饱受上司欺负的你 替你诅咒对方 而邮件的底部 则附带着一个链接 小美眉头紧锁 有些犹豫 可手指还是不自觉地点了下去 网站的欢迎也有些甚人 紧接着一个稻草人就跳了出来 她不紧不慢地介绍着自己 说不论任何仇恨她都能轻松搞定 而方法就是对别人发起诅咒 当然 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她的诅咒根据价钱可以分为五个等级 自行选择后 只需要将诅咒对象的名字填上 接着完成付款 那么24小时内 网站就会将对方出事的视频发送给你 可以看到 这里最便宜的套餐只要100日元 换算成人明币也就6块钱的样子 这熟悉的6元手冲简直太毁了 小美毫不犹豫就要体验一把 接着便将上司的名字输了上去 稻草人也立马回忆 24小时内 这个人会收到价值100元的小组中 到了第二天 小美果然收到短信 她好奇地点开了网站 紧接着便看到上司在用餐时 被旁边的大叔见了一声 看着上司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小美开心极了 就连回到公位 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晚上 她迫不及待地跟男友吐槽上司 可对方听后却认为 她已经是一个出来工作的人了 心智却还这么不成熟 小美顿时觉得委屈极了 心里的怒火也再次被点燃 她毫不犹豫地打开了网站 但这一次 她选择的诅咒价格让人不含而立 女人面目猙獰 眼神逐渐坚定 仔细看她的电脑才发现 她竟给上司下了个一万的诅咒套餐 到了第二天 对方迟迟没来上班 一问才知道 上司在来的路上突发了心脏病 这把小美吓得不轻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会闹出人命 好在上司并没有死 只是短时间内不能来上班了 这让她顿感内疚 晚上正要回家时 在路边看到了一起通缉令 画上戴帽子的男人是个连环杀人犯 截至目前已有四名女子遇害 这让小美内心有了主意 如果自己能通过诅咒让嫌犯落网 那对于上司的事也算将功不过了 可想到又要花钱 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于是她只送了杀人犯一个五千的套餐 隔天一早 小美就通过网站的视频看到 杀人犯为了躲避追捕 竟从高楼直接跳下 可惜对方并没被捕 只是受了点伤 本就对这结果有些失望的小美 竟从视频里看到了男友 而且她和自己的女同事 居然被杀人犯吓得抱在了一起 这画面 让小美瞬间染了个绿头 隔天 她故意跟那个女同事提起昨晚的新闻 对方立马接话 说自己当时就在杀人犯的旁边 可等小美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时 她却变得支支吾吾 恰好此时有人将她喊走 小美果断拿起了她的手机 结果发现自己男友 竟偷偷约了同事今晚见面 还说千万不能让小美知道 这简直绿的有些过分了 小美委屈地找到男友 质问她是不是约了自己同事 男友顿时雨赛 半天说不出所以然来 小美失望地转身离开 紧接着再一次打开了那个诅咒网站 将女同事的名字输进去后 她直接选了个十万元的套餐 也就是所谓最贵的诅咒 但就在这时 男友追了上来 接着拿出一枚戒指 浪漫地向她求了婚 原来男友偷偷约女同事 其实是为了给小美挑选戒指 为了制造惊喜才没告诉她 此刻小美的脸上充满喜悦 但下一秒又变成了惊恶 因为错怪同事的她 已经给对方下了诅咒 现在再想撤回 已经改变不了了 小美着急地想通知同事 可对方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这个女人因为受到诅咒 回家路上一根柱子从天而降 眼看就要惨死街头 同事一把就吓不开 但诅咒真的会就此停止吗 两人回了同事家里 同事祝福着小美 说羡慕她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 并开玩笑地说道 如果没有小美的话 估计就该轮到自己了吧 此刻的两人感情好的就像闺蜜一般 但很快 同事又不幸地被开水烫伤 小美见状立马替对方跑出去买药 可等她再回来时 屋内除了无比寂静外 更是到处的血迹 这让小美不禁联想起那个诅咒 难道又开始生效了吗 她害怕地拨通了同事电话 可下一秒铃声在附近响起 她顺着声音来到一扇门后 刚一打开 同事的尸体就顺势落下 也在这时 她的手机又来了短信 不出意料地正是同事的死亡回房 视频里的对方开始还在使用电脑 可很快就被新闻里的杀人犯骗去开门 紧接着便是惨遭杀害 就在小美自责不已时 才从视频里看到同事的电脑页面 竟也是这个诅咒网站 顾不上思考 小美立马开了对方电脑 这才发现同事诅咒的对象竟是自己 并且选择了十万元的最贵诅咒 此刻的小美笑得无比绝望 然而下一秒 她就隐约听到了动静 等回头看去 那个戴着帽子的杀人犯正站在身后 紧接着又缓缓举起了刀 随着故事的结束 小美地下场我们也不得而知 本片选自世界奇妙物语2013年 春季特别篇的故事之一 诅咒网站 这样的结局让八戒不得不说一句 防火防盗还是得防闺蜜啊 小美虽然出于吃醋诅咒了同事 可发现是场误会后 便不顾一切的要救下对方 反观同事 从一开始就想给小美戴绿帽 最后甚至不惜花重金诅咒对方去死 也要得到男人 仔细一想 小美总遭上私辱骂 又被男友责怪有错在先 会不会都是来自同事的小诅咒呢 虽然故事纯属虚构 但这种诅咒能致别人死亡 却只要简单付付钱的行为 又映射了现实生活里多少丑恶的现象 请一定铭记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